新聞一開始來關心 一名四人的月南集二港 因為政府求婚替朋友出逃 結果 去年五月底 向社務的失聯二港中四名港匆的狂歡 經濟後去台南占文水口附近的替當處 他在裡面列台 又把打人的衛兵披露來 團給四人二港的加速 實際下有兩億三千萬的月南集 如果要作新台票是27萬六千元 檢察官進行之後 也來依照到幫票卡丘的罪嫌 將四名嫌犯拿去攻守 一名外南集的卵姓怡公 今年五月因為替朋友處理這部糾紛 比四名港匆 共和台南占文水口附近的替當關起來 而且用糾紡、替人仔、BB槍頂港区來去台 而且還在市博圍民 團讓卵姓怡公在外南的加速 要求加速卡出2.3億的越南盾 經過這個錢寄到這個台灣之後呢 就釋放出來然後報案 然後這個事發經過 全案以這個魯仁勒索案來移送偵判 並起訴 祖賢共犯大概有四個人 包括五姓的這個失聯移工 還有一名這個越南籍的這個留學生 還有兩名的這個 你常常在帶喔 在朋友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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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嗎 你常常去喔 是有朋友 要出去我就 他們欠你多少 經過專案射做 是是通行檢查 加根堅縮埋伏 分別在苗栗館、婚臨館、嘉義館 以及台南市頂地 將他們抓到 而且四人的五姓移工 台南騎駕 渣黑暗菲塔麵 3點2公斤 等住房子 以及是暗用的BB槍一支 專案依照幫票罪嫌 以上中華電影檢查訴訟班 多中華新聞也方有 中華蔡方報道